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被曝退出青春环游记3,青春环游记这档节目,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是非常熟悉的了,这档节目一直以来都深受观众们的喜爱,而且节目第二季的嘉宾也是让粉丝们十分满意。 在第二季中,贾玲、范诚诚、杨迪朗朗和周深丹苑常驻嘉宾,每期节目组还会邀请几个飞行嘉宾助阵,这档节目确实是看脸十足,给粉丝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欢乐。 不少小伙伴也是非常期待新一季节目的到来,毕竟近期不少综艺节目都要开播了,但是这档节目在近期却被曝将有一位,常驻嘉宾一次退出,这位嘉宾就是周深。 很多粉丝也是非常好奇,近期网报周深将退出,而且节目将会迎来一位新的顶流嘉宾。 不得不说时代节奏真的是太快了,周深也算是圈内高人气的嘉宾了。 六位你要嘉宾曝光,在去年周深的人气相当高,也算得上是圈内的顶流。 各大综艺节目都争相抢着周深,然而周深却担任了青春环流季的常驻嘉宾,只不过才录制了。 一季的节目,周深却被曝将退出这档节目,很多粉丝还是不能接受的,毕竟周深相当有梗,而且还是非常有才华。 和朗朗搭档也是欢乐多多,现在要说真的退出了青春环游季的节目,粉丝也是相当舍不得的。 所以这一季的节目还是很让人关注的了,如果说周深真的退出了节目, 节目也将迎来新的顶流明星,近期网爆青春环游季的你妖嘉宾阵容。 在现场梧桐也是出席亮相了。 这次导演梧桐还邀请到时代少年团,这个组合为青春环游季翻演唱主题曲。 可见这次的节目还是很大正式的,而且不少粉丝都热意纷纷,而这网爆的六位嘉宾也是能够得知,这几位嘉宾都是顶流。 其中吴亦凡是圈内人气相当高的,更何况吴亦凡还参加过不少的综艺节目,但是大多数都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。 而任佳伦,谈综艺是知名演员,参加的节目还是很少的。 很多粉丝也是觉得这二人没有很大的综艺感。 相比之下,赵露丝这位明星,作为女妖嘉宾备选,很多粉丝还是相当期待,毕竟赵露丝还是很古灵精怪的,而且相当可爱。 龚俊张哲瀚加盟收视要报,如果这样的女嘉宾加盟节目的话,必然能够给节目带来很大的欢乐,这几位嘉宾都是顶流。 而张哲瀚和龚俊被曝将加盟节目,不少粉丝都要乐开花了。 这二人都上榜了女妖嘉宾名单,而这两人因为出演山河领元气大增。 现在被曝将参加青春环游记的节目,不少粉丝也是十分激动的。 看来浪浪定四批粉也是相当激动的了。 这二人之前就一起参加过王牌的节目,而大家也是知道王牌的总导演是梧桐。 而青春环游记的导演也是梧桐,所以说这次梧桐又再次邀请到张哲瀚和龚俊了。 如果这二人真的担任常驻嘉宾的话,这档节目的收视想必也是不用愁了。 而且这档节目中的几位嘉宾也是非常养眼的啊,光是看浪浪定就已经果断要追了吧。 不少粉丝也是热议纷纷,非常期待梧桐能够邀请到张哲瀚和龚俊加盟节目。 而且在近期这二人还一起录制了综艺节目《我是你演员》,人气真的是相当高了。 不过网报周深的离开,很多粉丝也是觉得有点遗憾的,如果周深离开了。 这春游家族也是不完整了,就算是有张哲瀚和龚俊的加盟,还是让人觉得很可惜的。 万里走单旗,周深山路十八弯提神,学毛骨思舞,音乐客欢乐多。 周日晚,浙江卫视万里走单旗节目,第十二期和大家见面了因为这一期。 周深会作为飞行嘉宾加入,小编也是格外期待。 老四成的风景真是美。 让周深来首歌助助性当劳动浩子,周深轻唱了几句山路十八弯。 音乐和景色真的是太搭了,这天类般的嗓音让人拍案叫绝。 高亢嘹亮的歌声一下就想撤云霄,不愧是专业的歌手,这种歌声当作劳动浩子。 浑身充满了力量感,太提神了。 突然被拉过去跳舞,周深感觉好慌,跳起当地的舞蹈来,周深显得有点与众不同。 别人是在跳舞,周深的动作确实像在厨地,不过看到人间小可爱,能够把自己融入到朴实的民风里。 尽情地投入其中,给观众带来满满的欢乐,有种莫名的感动。 舞蹈虽然不是单擅长的,不过说到音乐教学方面。 那对于周深来说,就是小菜一碟了,周深老师的音乐可好欢乐。 面对一群童年无忌的小孩子们,感觉周深的心态也年轻了好多,不明白为什么帅气和可爱,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。 这两点,周深身上占全了。 真的好喜欢这种文化旅游类节目,轻松愉悦地带大家云旅游,欣赏祖国的大好山河。 感受到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之美,领略是以文化的千年传承之美。 感觉现在周深的综艺感越来越强了,将自己的专业性的一面,可爱性的一面都融入到了节目中。 还有一点让小编最为感动的,就是周深的真诚,在唱歌方面是专业的。 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认真的倾听,乖巧可爱,张识有度,分寸感极强,懂得尊重,用心聆听,谦虚谨慎,这样的宝藏男孩,又有谁不喜欢呢? 张叶,周深灯火里的中国官方正式版上线,百听不厌的一首歌。 大家还记得今年春晚的时候,有张叶老师和周深合作演唱的《灯火里的中国》那首歌吗? 《灯火里的中国》,青春科挪,相信不少网友依然对这首歌记忆犹新吧。 4月20日凌晨,关于这首歌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,那就是官方正式版正式上线网易云音乐,不知道是否勾起您的一段回忆呢? 尽管春晚之后,这首歌已经出现在了小编单曲循环的歌单里,但是当官方正式版上线之后, 小编还是忍不住选择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倾听,相比以来。 更加的清晰,无损印制更能凸显张叶老师和周深的嗓音的独特性。 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,无论听多少次,都能被这首歌的旋律深深感动着。 今天是24节气的古语,正所谓,与生百股下将至。 万物生长正当时,在这生机勃勃的春夏之交,对于这样充满了一首无限生机与活力。 充满了无限憧憬与希望的歌曲,每听一遍都会产生不同的心境,这首歌上线官方正式版。 不少声迷也和小编是一样的心情,那就是激动万分,从网友的评论里可以看出。 虽然这首歌已经听过了很多遍,但是大家依然对这首歌保持了足够的热度。 不少网友也是第一时间选择单曲购买,在线打call。 人间烟火,幸福生活都在这首歌里了,不知道你们听这首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? 听多少遍还是觉得大气,听多少遍还是觉得好听。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这首歌,那就是百听不厌,生活里的压力和焦躁。 随着歌声渐渐被安抚,想想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,这时代真的很幸福。 感谢张爷老师,感谢周深,用天籁之音般的吟唱,带给我们了最新的享受。 好的歌, 请不吝点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,拜拜。